台北市敦化南北路的自行车道 之前一直争议不断 而现在呢又被爆料了 说是偷工减料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原本这个路面施工的程序 应该是在路面先铺这个钢板 再铺上一层这个水泥 结果市议员发现说 这个钢板原本应该有三公里厚 但是实际上只有2.49公里 明显是偷工减料 这样一座呢 不但是影响用路人的安全 议员还质疑说 还有图定这个特地厂商的嫌疑 这名骑士骑上自行车道 但他可能不知道 下面铺设的钢板比规定的薄 市议员拿出证据 埋在路面下的钢板用测量器一梁 才2.49公里厚 和3公里厚的钢板一笔 硬是薄了一些 市长好文斌原本承诺 如果偷工减料 就要把整条自行车调挖掉重做 但现在市府公共局却打算罚钱了事 针对厂商我会处罚 做六倍的罚款 那是算偷工减料啊 是 是减料的一部分 那所以合约怎么规定啊 合约规定说 如果有拆除困难 我们会做六倍的罚款 我们会做 那所以要偷工减料 那么就干脆 就地合法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因为偷工减料 你因为抛除重做有困难 不是 所以你就让他就地合法 是不是 这个是不影响到 我们脚踏车行驶的方法 什么叫影响 什么叫不影响 你错了就是错了 还有什么不影响的 但有问题的还不止这里 市议员还发现 钢板的接缝 居然是用木头接起来的 拿出证据照片 气得说 施工单位发现 他在搜证 马上铺上水泥 试图掩饰 礼拜六礼拜天 台北市政府 新工处 建造的这一条 马上全部 把水泥全部铺上去 马上把 所有的水泥铺上去 台北市政府 意盖弥彰 想掩护厂商 这条自行车道 是本周六 台北国际无车日的重点 现在偷工减料 又不愿意改善 施工品质 很难令人接受 中天新闻 萧志光 王柏林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